刘洪 南 诞生于公元157年的冀州河间 永康元年 公元167年 汉恒帝驾崩 刘洪就被外戚斗武等外戚选为继承人 他只不过是个傀儡 所以 真正当权的是斗士等人 还有一派有权人就是当时的宦官 斗士等人就密谋除掉宦官 结果走漏了消息 结果 斗士一族被宦官消灭 所以 宦官全清朝野 刘洪也就任由这些宦官胡乱行事 他通过卖官来赚钱享乐 卖官还进行拍卖 价高者得 地方官比中央的官价格高一倍 而且 地方官想要升官也得缴纳钱财 所以 汉领帝期间 整个朝廷体系庞大而无用 全都是一些谋取私利的人 长居深宫 刘洪觉得很没意思 想方设法地找乐子 后来 让小太监找了一些驴来玩 刘洪见了驴十分喜欢 连坐驾都改成驴车 外面的人听说了皇帝爱驴 于是 驴的价位一直高涨 由此可见 当时的国家是多么的黑暗 百姓生活不易 皇帝只管享乐 官员只管谋取私利 外面战事又不断 天灾还不断 最受苦的还是那些百姓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当达到一定的限度 人就会反抗 于是 在巨路出现了一个 首先反抗的人 张角 他用宗教思想为百姓洗脑 然后成功洗脑几万人 每个人都头戴黄金 于公元184年 打算于三月开始起义 谁知被唐州出卖 内应马元义等人都被捕 而且是以车列酷刑 没有办法 张角于是提前一个月发动了起义 全国各地的百姓纷纷响应 由于他起义比较突然 所以开始很顺利 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 但是到了后面 这些人就忘了初衷 开始烧杀抢掠 还屠杀百姓 简直就是强盗土匪 朝廷一看 黄金军发展如此迅速 连忙在洛阳附近进行重兵防卫 还在各个地方进行镇压 开始朝廷军都打不过黄金军 架不住有个好将领 初衷先是斩杀了黄金军将领赵宏 后来又设计引敌军出城 把黄金军全部斩杀 十一月的时候 汉军打住了孙夏并杀了 自此黄金军解散 张角也被录尸 黄金军起义 一共也就九个月就被平息了 虽然后来也有一些起义 但是都没有翻起什么大浪花 但是因为镇压黄金军 朝廷把军权下放到地方 也就为后来军阀割据 摆下了隐患 话说回来 黄金军有大量的民众基础 而且气势一发不可阻挡 为什么会失败得如此之快呢 首先 虽然黄金军起义事发突然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由于双方部队人数数量相差较大 朝廷这边不仅有庞大的官方东汉军队 还有各地的起义军 开始时黄金军占了先机 等朝廷军反应过来 黄金军也就没有优势了 其次黄金军起义时 被叛徒出卖 计划完全被打乱 黄金军的内应洛阳部队全部被杀 汉军没有了后顾之忧 自然倾力斩杀外围起义军 再者双方的将领武力值相差较大 而且优秀的将领人数也相差较多 汉军这边有曹操孙坚等 而黄金军这边不论作战还是指挥 都比不上汉军 还有黄金军没有完整的大的战略构想 也没有优秀的军事将领 而且计划也不完对 部队也不统一 这样的部队又怎么会不失败呢 最后还有一点是 黄金军本是农民出身 以百姓为基础 到后来居然开始屠杀百姓 被离得道义 没有了群众基础 黄金军又怎么会胜利呢 虽然黄金军最后失败了 但是这场起义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由于镇压黄金军 朝廷把军权下放到地方 这就导致了地方军事实力超过中央 地方上的将领 借着强大的兵力 开始吞并其他地方 导致地方势力越来越大 这就为后来三国局面奠定了基础 再者 黄金起义有周密的计划 明确的目标 有力的口号 所以 不同于前两次的秦末 陈胜吴广起义和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 这表明农民起义有了进步 对地主阶级的攻势更大了 但是 由于没有长远的战略目光 而且没有配合意识 这就导致了黄金起义失败 而这些教训 也为后世的农民起义吸取 才有了李自成和太平天国 这两个十分厉害的起义